好 那在今天講到一開始 我們要來看一段顧牧師從德國來要跟他 在領修當中還有對教會的感動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從頭好嗎 從一開始 親愛的晨光教會 你們仍然在分享有關禱告這很棒的主題 這提醒我在馬太福音的第六章有關耶穌教導 祂說祂祷告要從這個時候開始 祂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當我們稱父我們也宣告我們是在家人的關係 不只是教會 而是我們在今年的意向是建造全球施工的分析 所以我們是參與在全球教會施工當中之一 下星期我會跟代名牧師還有從世界而來的父老們一起見面 這是提醒我們彼此是兄弟姐妹 耶穌教導師說 當耶穌提醒我們禱告到我們的父 然後當耶穌提醒我們禱告到我們的父 當耶穌提醒我們禱告到我們的父 所以祂要讓我們看到說不是我們個人 而是我們一起群體是一個家庭 所以不是只有我個人的父 也是你的 他的 然後當我們這樣子 所以我們已經宣告我們有合一在裡面 所以會創造出一種在一起的感受 彼此相愛 還有彼此給予 然後彼此恩慈相待 然後為彼此承擔責任 那這些教導你都在聖經裡面可以找到 所以這樣的禱告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不會是自私的禱告 所以當你開始這樣說 你也是建造一個正確的根基 我屬於家庭 其他的是兄弟姐妹 一起我們敬拜神 一起來到神的面前 祂是好的父 良善的父 這樣子的根基 I believe your prayer will be answered 那我相信祷告要得到英語 May God bless you 神祝福大家 好 對於可能在座剛來或是第一次來 他是我們的主任牧師 顧牧師 那在這個季節 他會多一點往返在德國和台灣當中 那我們在四月份 應當又很快的再看到他 所以我們繼續來為他們來禱告 那顧師母在上禮拜四 所以返回德國 所以我們持續為牧家一家來禱告 好 那今天我們要進入 進入你的Wallroom第二集 我們也分上下兩集 那其實我覺得不只是上下兩集 我覺得對我來說 最近這三週的有關講到禱告 其實是對我的服飾來說是一個很奇妙的經歷 對 因為我相信上帝好像在我們當中 有打開一個門 然後打開 讓我們看到其實 禱告是我們重新要 重新燃起那樣的火熱的心 進入在我們的禱告裡面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禮拜二禱告會我們發生的事情 因為在上個禮拜二 我們在禱告會當中 我覺得有一些很美的事情 很棒的事情 我覺得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為我們是家庭 是嗎 Amen 好不好 跟你隔壁的說 我們是一家人 好 所以在家中的事情 我們也一起分享 那在上禮拜二 我們其實每個禮拜二晚上 我們都七點半 會在教會會一起禱告 那在這禱告會當中 我們會一起為教會的 重要的大小事來禱告 那我們也會為彼此的需要來禱告 那在這個禱拜二的禱告會 當開始預備的時候 我就有感覺到 好像神要在當中 要對我們說話 然後還有很大能力 要彰顯在我們當中 所以當我們開始在禱告 開始一起敬拜的時候 其實大家知道在當中 我們有一陣子是會一起跳舞的 大家還記得嗎 記得對不對 有些人 微笑 記得 然後我們那個 到那個跳舞禁拜的道具 我們現在就放在那邊 對 所以提醒一下 如果神靈有給我們感動 我們可以一起來禁拜 然後在開始一起禁拜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好像那個 那個熱度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有感動要跟大家分享說 要不要我們一起來跳舞 然後我就說 要不要一起來跳舞 我感覺已經大家有點蠢蠢欲動 然後後來我可能真的是 也許神在我裡面給我的 推幣或感動 我就說好 那我就要先出來跳 所以我就放下鋼琴 我就走出來 然後我就帶大家說 好來 讓我們一起來 一起來讚美 一起來跳舞 我們全人都可以來禁拜 所以我們就開始一起禁拜 然後 在禁拜當中 在禱告當中 我們就越來越深 然後越來越進入在神的同在當中 然後來聆聽他的聲音 然後尋求他對我們個人的生命 還對教會的啟示 因為我們真的相信禱告會是整個教會事工的心臟 我們在禱告會當中 一定要領受上帝對我們的話還有啟示 在禱告會當中我們一定要經歷到爭戰得勝 一定要經歷到許多奇妙的事情和意志恢復 會發生在我們當中 所以 我很感謝神在教會有興起一批 很忠心為教會禱告的代道者 就一起尋求 當我們開始一起禱告一起尋求 有一些事情就很奇妙的 慢慢的 好像越來越清楚 比如說我們開始禱告說要有火發生在我們當中 然後我們開始為台灣來禱告 然後我們開始為在這一週 其實如果你走在街上 你會看到很多人在燒錢對不對 我們開始為台灣拜偶像來禱告 我們開始為台灣執政掌權來禱告 然後後來我覺得心裡面有感動 我就把我們放在後面 放了滿久的這個禱告的跳舞的一些奇啊驚奇啊 我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就剛才推推推到禱告室那邊 然後就拿了兩張 一張是火 然後還有一張是 應該是鴿子還老鷹 然後有祈禱光芒飛向基督 然後就帶過去 然後我們就一起來禱告 一起為教會禱告 我覺得在那個當中 我覺得好像上帝在提醒我們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的講道分享是從禱告會而來的 所以我們一起來 進入分享前我們來禱告 親愛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主啊 你讓教會的耳朵打開 主啊 你讓我們凡有耳的能聽的就應當聽 主啊 好叫我們明白你在這時代 對我們個人還有對我們的家庭的心意是如何 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主啊如果我們沒有聽到你的聲音 我們怎麼知道要跑哪裡去 往哪裡跑 用什麼樣的速度跑 主啊 跑得直 跑得有力量 而且跑得輕神 因為我們不是負自己的惡 乃是負主你自己的惡在我們當中 因你的惡是容易的 是輕神的 我們感謝你 所以主啊 孩子求你在今天你恩高 主啊 整個我們講道還有敬拜的時間 主啊 讓我們心對你是完全的敞開 讚美你 奉耶穌的名禱告 Amen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 在舊約有一段很熟悉的經文 但是其實我想今天再次看 我相信神要透過這經文要對我們說話 我們來看獵王記上 18章 30到39節 好 30到30 總共有10節對不對 那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遊戲好不好 那個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然後 四五六 七八九 然後最後10我們一起來念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從30節是 這邊對不對 好 這裡去 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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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在现管剂的时候, 先知伊利亚的径前来说, 埃乎拉大, 花岛的职业的职业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我们不太陌生在旧约里面发生的一件伟大的事件 那也是独一无二的事件 既然有火从天上降来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发生在 以色列迷他们在一个景况是 不冷不乐的状况 他们好像知道他们列祖有上帝 但是又跟着他们的领袖 这个雅哈王去拜 去拜一些偶像 然后整个国家属灵气氛 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混乱 然后甚至你在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说 他们的先知很多都被杀掉 有非常大的宗教逼迫 的那个程度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后来呢 以利亚就召聚以色列的百姓来 然后跟着850位的先知 他们就在加密山上 然后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上帝也很信实的 很大人的回应他们 到底谁才是上面的神 在这边有一个地方 抓住我的眼睛 就是在第30节这边 那时候大家来 然后他就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纵明就到他那里去 然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就开始 从修 已经 毁坏耶和华的坛 他就 一开始 好 大家去那边 去看 那个大家的那个偶像 怎么样 先知在他们前面 尽情跳舞 说要火要火 对 可是没有 我说啊 这个偶像的名字 巴黎啊 求你应允我们 声音没有声音 一直跳跳 从早上跳到晚上 后来 以利亚说来 你们来到这边 他就开始重新修 已经毁坏 耶和华的坛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那个坛是已经毁坏 没有人用了 已经荒废很久了 所以大家都是在 敬拜最夯 最流行的 这个偶像 圣经有叫巴黎和亚瑟拉 他们是跟着大家在做最流行的事情 而且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大家一起来做 因为那个是 可以说是那时候最 最有潮流的 可能你这样做 你会吸引众人的眼光 可能你这样做 会吸引老板的眼光 如果你在政府当中做事 你会吸引长官的眼光 因为这是王道 那时候当时属灵气氛的王道 所以大家都这样做 所以那个坛 就不太理他了 慢慢荒废了 然后以利亚就叫众民来说 我来 我们一起来 他就开始重修 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然后他怎么修呢 他就照雅各子孙之派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然后用这些石头 为耶和华的民族一座坛 在坛的周围挖钩 可隆古种恶西亚 又在坛上摆好的柴 把牛犊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桶 盛满的水 倒在凡济和柴上 那就按照过去 神吩咐以色列人 怎么样为耶和华主 他就这样做 所以求神来保守我们 保护我们 让我们重新来看看 我们生命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 已经毁坏的地方 需要重新给他生命 需要重新再把它捡起来 我还记得 之前我们分享的 彼得前书四章七节 要带着谨慎自首的这个心 要进入在你的祷告当中 要进入到你祷告的场所里面 我相信在祷告当中 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 是我们可以经历的 但我们还没有经历 有很多很棒的事情 是在你生命当中 等着你去打开那扇门 但我们还没有推开 我们可能觉得说 就是这样子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 非常丰富的 是丰富到一种程度 我们无法想象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就是这样了 其实我觉得我在神的面前 也有一个很深的悔改 在这个礼拜还是最近 当我在走路 骑车 有点不好意思 这么近还要骑车 到教会 骑车到教会的路上 然后我就想到说 那个 好像有一些事情 我还需要再更多的经历 我好像还有一些事情 可以更深的去成长 去改变 而不是觉得说 好像已经 身为基督徒 一段时间了 好像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服事 然后这样的过生活 可是我心里面有感动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是有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 是等着我们去经历的 去看见的 有太多很美好的事情 等着我们去推开门的 刚刚在敬拜的时候 我非常享受今天的敬拜 然后我在敬拜当中 想到说 好像有很多的门 我们是应该推开来的 但是那个门都没有被推开 并不是神 没有给我们美好的计划 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神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去经历到 可能我们没有去推开它 可能我们没有力量去推 为什么没有力量去推呢 因为没有力量 为什么没有力量去推 因为没有力量 那怎么样才能有力量呢 我们需要从上帝来的火 一定要很棒的跑车 如果没有油 它还是摆在那边不能跑 但油被加满了 被点火了 它就可以跑得很快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对我们周围的事情 好像无能为力 就好像我们第一周分享的那个 王对不对 面对大军来袭 约沙法王 他觉得怎样 无能为力 但他知道一件事情就够了 他的怎样 野木 就是单单的仰望神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是 应当要有改变 要有突破 但你已经放弃了 你已经不太想要去管 你可能觉得那个地方 就是长得这样子 那个门就是这样有灰尘 我甚至已经忘记 那个是一个门 但是神应许我们 那个就是一个门 你可以去推开它 去经历它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力气 我们就觉得说 怎么这样 不是每天忙 忙这个每日的事情都忙不来 我怎么还有力气 去做这些事 怎么还有力气进入到 我的祷告室里面 还有力气来到教会的 祷告室里面 太忙了 没有力量 但是我觉得在这边 上帝透过 彼得前书四章七节 要提醒我们要带着 谨慎自首 谨醒的心 进入祷告里面 我觉得有时候撒旦在我们当中 做很多混淆我们的事情 让我们会觉得太忙 太累 没有盼望 生活就是这样 哇这个 如果听到生活就是这样 如果有时候在你心里面 也出现这个话的话 反正生活就是这样 那我们真的要小心 因为上帝应许我们的不是 生活就是这样 是吗 上帝应许我们的是 虽然肉体一天一天的会回来 但是我们内心会怎样 一天怎样 心事一天 就算我成为了很多年的基督徒 但我还是可以一天心事一天 然后还可以再做一些改变 还可以更多的经历 还可以把那些 那个门 再把它推开来 然后再去看到里面有很棒的事情 是我可以进入去享受的 那多美好 因为神给我们是丰盛的生命 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很好笑的例子 就是我的头发 好像已经是毁坏已久的那个 不能毁坏已久的谈 毁坏已久的毛发 在这当中 我最近又看我的儿子 就拿起书子 这样一直书 一直书 因为他有一个很喜欢的球员 然后好像 斯罗还有内玛尔 然后就看他一直书书书 然后书的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虽然是用水啦 不是用法辣 可是书的还蛮漂亮的 然后我就看看看 我就说 那为什么我不能来整理一下 可是我一直没有什么勇气 也不太想要去整理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崇尚自然 但我觉得说 why not 为什么不能做一些改变呢 对 我就跟宣神说 好那不然今天 你来帮爸爸来做一下造型 好他就好 后来就跟我说 你自己可以做啊 就很简单 就是拿出那个法辣出来 就这样弄一弄就好了 然后弄丝 对 可能在座有些人比我更有经验 这件事 关东面前耍大刀 对 可是呢 我就想 好 那我就来试试看 觉得 好像还不错是吗 对这个有点不要脸 我觉得还不错啦 至少有点那个 好像不会那个晃来晃去 可是我想要讲的 不是我的头发 不是要注意我的头发 我想要讲的是那个 我们心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空间 是你可以推开来的 就算你觉得 那个 这个法式好像 这个就是这样就好了 但你还是可以做一些改变 你可能觉得生活就是这样 但是你还是可以做一些改变 但我要说的 那个改变的动力 一开始 是源自于我们心中 要有上帝的火 来燃烧我们 要有油在我们里面 若没有这些的话 我们一切的事情 我跟你说 你都会觉得很困难 哪怕是觉得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像头发 小小的改变 你都会觉得 非常的困难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力量 那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火 这一切都不会太难 我其实很喜欢足球 我每个礼拜会 会试着抽空去 去做一些我喜欢的运动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是很好的 就让我们身体保有热度 然后可以去操练我们的身体 那这是很好的 那我相信这也应当是做的 但在这个礼拜四我觉得 当我要出去的时候 我就 那个 试着去把家里的SOP做完 因为我们说要那个 不要留一些摊子让太太去整理 而是要赶快去做完 有些标准程序要去做完 然后再出去踢球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罪恶感 所以我就很快的把这个轩意送去洗澡 就帮他洗洗洗 然后赶快家里面弄一弄 然后就跟太太说 那个好 那个我可以去运动一下吗 然后我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到说 他嘴里是愿意 但心里是不愿意 他就说 好啦 好啦 然后我去踢完之后回来 那天就踢的时候就摔倒 就地上滚了一圈 回家腰有点不舒服 然后回家又看到 好像家里还有一些事情要整理 然后最后呢 因为我太累了嘛 我就坐在沙发上面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怎么样 然后我说好 帮你按摩 好好好 然后可是我很想要放松 我就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 然后就把电视打开来看 说哎哟 这个怎么有一个 这个新的这个剧 我是从来没看过 叫什么 狼牙榜 我就说 哎 有一次其实有的看过 我就说 好像还不错 这个题材蛮新颖的 我就再作作一回 后来就忘记时间了 然后静怡就 他就看着我 他说 要早点睡觉 然后就进去房间 我知道我答应他要帮他按摩 我说 哦 好好好 但我实在太累了 后来就坐在那边看一看 后来就回去 后来看到他已经睡着了 然后他也不太想要理我 他就可能真的是睡着了 还是他还是故意不理我 有时候不太分辨这两者的差别 是不是真的睡着 还是故意不理我 他今天应该有来 上礼半夜小孩糖病毒 然后呢 我就觉得有一种声音在我里面 就说 你其实这样做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 我就跪在床部的旁边 就开始祷告 然后就说 求神原谅我 然后我应当看的是家庭 比我的这个 个人的嗜好还要重要 在婚姻班我们都常讲 那优先次序 可是我要跟你说 当你真的要去改变优先次序的时候 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吗 你要改变的优先次序 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然后呢 我就跟神祷告 好 然后马上上帝就给我一个功课 就在昨天 然后我们的家人 就说 明天放假 要不要出去走走 然后呢 静怡就在旁边说 可是你要下午 我要运动要踢球 对不对 因为我礼拜天下午还有一滑 在胜利国小 跟大家一起运动 然后呢 我就想说 对啊 可是我没有心里面 我没有讲错 可是我心里面说对啊 对 下午是我运动的时间 后来我去厕所洗个脸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心里面突然就涌起一个神 一个感动 就说 你不是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吗 就是要把家庭事要放在前面是吗 那你怎么放不下呢 我就说好 我知道 然后我出去就跟静怡 还有跟我的岳父岳母说 好 没问题 我们可以去 然后他们说 好 他们还是在讨论一下 可是我觉得 现在我里面有喜乐和平安 因为我也把我自己 好像要成为祭物 摆在祭坛上面 我想要做的就是 神在我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 可是我要跟你说 如果我心里面没有从上帝来的火和油 我真的是做不到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可能我今天就还是去做 我原本要做的事情去踢球 然后踢得很累回来 整理一下 明天早上再拖着疲惫的身躯 然后跟大家再去分起湖 去那边爬个山 但是如果我今天做一些改变 我说好 我们去 我相信有很美好的事情是等着我 可能我跟我的家人 会有很棒 很放松的时间 去享受一下彼此的关系 去看一看彼此脸上的笑容 或者是去牵牵我们的孩子 或者跟我们的长辈在山上聊天 那个门可能 如果我没有改变我的优先顺序 如果我没有上帝的火在我当中 我可能不会推开他的 可能上帝应许是 这个礼拜这个周末 会有一个很棒家庭的时间 你可以去经历的 但可能因为我没有力量 我没有火 根本就推不开他 我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 很棒的事情等着我们 但求神来帮助我们 就从现在开始 带着谨慎自首和谨醒的心 进入在祷告里面 去领受上帝来的火 那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以利亚 他就开始回到经文里面 他就开始预备坛 他没有很仓促的把祭物就放 他就预备坛 然后预备这些石头 然后再慢慢做一些事情 把这个柴放好 然后周围挖好这个钩 把牛犊切成筷子 一步一步来 然后呢 上帝就很信实的 就火从天上降下来 稍早坛上的祭物 所以当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 当我们看到 还有很多的事情是 我无法去解决的 或是觉得很烦的 很烦躁的 不妨进入到你的内室里面 然后跪下来 然后可能就在你很熟悉的床部旁边 或是在厕所里面 或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关系 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在两个世上会 你会很奇妙的经历到生命的彰显 突破和成长就是两个 一个是你的气概 一个就是眼泪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但我觉得是这样 当你的生命当中有 气概和眼泪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生命就要经历突破 我不是说只有跪着才能祷告 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流泪才能 但我要跟大家说 当你愿意 对我来说愿意跪下来 当你愿意在聚会当中 流的泪跟神祷告 跟神忏悔 跟神说我需要你 你的生命就会经历到 有一个很新的更新和突破 在你的里面 就好像从天上来这样的火 当祭坛已经预备好 然后你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我的眼目单仰望你 我要进入在祷告里面 我不要凭着我自己的想法 去跟魔鬼去讨论去打仗 我们不要这样做 因为创世纪已经有人这样做过了 是吗 历史就是要教导我们 不要再去做那些事情 当我们愿意跪下来 当我们愿意进入到我们内世 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想法 而是开始跟神祷告说 主啊我的眼目单仰望你 主啊对不起 请你饶恕我 在这个地方我需要改变 有什么事情是你需要跟我说的 你来跟我说 当我们真的进入到那个地方 就如同以利亚把坛预备好了 把祭物放上去了 然后他跟上帝说 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 36节这边 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烦祭 不单单是这样 木材石头成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我们看到后面他就翻转整个那时候的属灵气氛 像一个人可以这样做 在耶稣基督那时候有12个人 他们都不是很有学问的人 但他们彻底的翻转了这整个世界 如果比例是这样的12个人对全世界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人口大概多少 可能可以做一个研究 如果12个人可以影响这一个世界 那我们个人呢在这边 晨光教会大家庭 我们能够如何去大大影响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呢 我们如何一个人可以大大影响我们家庭呢 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些数学 你就知道是绝对有可能的 而且耶稣说你要做是比我做的还要大 是绝对有可能的 所以当我们觉得生命当中有些事情 没有力量不能改变 我们知道有个诀窍 看起来跟这个改变好像没有相关 就是进入到你的祷告室里面 预备好祭坛 然后把祭物放在坛上 然后这边以利亚说 耶和华求你应允我 使这名知道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这名的心回转 谁可以叫人的心回转 这么难对不对 能够影响我旁边的人 枕边的人都不容易了 谁能使人的心回转 只有神 甚至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 使你叫我的心回转来到你面前 当我们这样祷告 神就会很信实的回应我们 因为他是那位当我们叩门就开门的神 当我们祈求就给我们的神 他是那样信实的神 信实的意思是他说话算话 他不会开空投资票 他说话算话 当我们把祭坛预备好 预备自己的心 进入在祷告室里面 当我们把祭坛预备好 帮我们把祭物预备好 神一定有火 一定要回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全然摆上 我们就是祭物 神配得我们全然的线上 绝非不忍不乐 我们在之前看到的那个电影 其中里面有个很好玩的桥段 就是当那个老太太问 那个年轻的妇人 你有去教会吗 你有认识神吗 她说我想我认识吧 我也有去教会啊 我有偶而去 她就用occasionally 我也有偶而去教会啊 然后老太太就说 那你们的牧师也是偶而分享想到吗 真是有智慧 后来就给她一杯咖啡 然后喝了 怎么那么不好喝 给她一杯不忍不乐的咖啡 好喝吗 不好喝 对不对 像我去麦当劳 我都期待那个薯条是脆的 那种软软的我就嗯 也不是很好吃 我们都是 其他是好的 脆的 是热的 上帝绝对配得我们全然献上 不是我们不冷不乐的献上 因为她自己已经为我们先献上 在我们还不冷不乐的时候 她已经为我们的罪死 当我们还在罪犯当中的时候 她已经爱我们 她已经定义要把自己献上 为的是要挽回我们的心 神配得我们全然的献上 绝非不冷不乐 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 这也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经节 听说还有一次是在网路上搜寻第一名的 我们来看十二章一到二节好吗 请 所以 我们可以请进拜堂 可以上来预备好吗 这边保罗 跟弟兄姊妹分享 他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原文也有一个意思是敬拜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神配得我们全然的线上 绝对不是 或者是 一点点或是 好啦 我现在的生活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再改变了 生活就当如此 平平顺顺的过就好了 我相信不是这样的 一定有很美好很精彩的生命 在等着我们 要有那个门要被推开来 在我们刚刚看前面这一段经文 在猎王记上 你会看到这个火降下来之后 它不单单是烧着 什么 祭物对不对 它还烧着什么 周围的东西都全部烧进了 当我们生命当中有味有光 必定影响周围的氛围 我自己经历到很大 这绝对不能靠嘴去讲的 绝对无法靠我嘴巴说 怎么你都不改变呢 你改变一下好不好 你这个地方再做一下会更棒 怎么样 而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 要先要有味道有光 你一定可以影响周围的氛围 在马太福音五章13到16节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当那个城里面有喜乐 有欢笑 有医治和有恢复 外民都会想要去那个城里面 去究竟那个光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甚至我们的社区 甚至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小组 有些事情要改变 也许我们第一个反应 会抱怨 怎么会这样呢 不应当是如此啊 怎么感觉好像 家里的气氛总是有一些争吵 小组的气氛怎么这样不冷不乐 或是公司的气氛 怎么大家都是在比较来比较去 但是当你讲这些话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百分之一百二 一定不是会更好 一定会更差 但是如果你开始 定义把自己放在祭坛当中 让神的光光照你 让上帝的能力充满你 你自己开始有味道有光 你就会发现 你周围的氛围一定不一样 因为当上帝的火 交到大家祭物上面 他们不单单是把那个祭物烧着了 还把周围的石头 还把周围的柴 还把周围的水 全部都烧进了 所以当上帝那样强大的烈火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看到 周围的环境要改变 阿们 我们一定要看到周围的环境要改变 如同在那时候 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要改变了 我们不是倚靠我们的能力 我们是倚靠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和神的火在我们当中 而我们真的知道一件事情 当神的火在我的生命当中 不单单会改变我 烧着我 还要烧着我周围的环境 还要烧着我们周围的社区 周围的国家 所以让我们自己先被烧进 我们会看到家庭也会被烧进 我们会看到教会职场也要被烧进 我们会看到城市要烧进 我们会看到国家要被烧进 所以现在 在 就是进入个人和团体的祷告室里面 如果你对你的生命还有一些不满足 进入在祷告室里面 如果你对你的家庭不满足 进入到你的祷告室里面 如果对你的教会 对你的职场也不满足 你还想要看到一些改变 你会觉得那个地方好像是个门 但他已经充满了灰尘 但你没有力量去推开他 你知道里面有很多的财报 但你没有力量去推开他 这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 让他的火烧着我们 让他的能力充满我们 因为他是信实的 他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不是只有丰盛而已 还有更丰盛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就是停在那边了 那我要告诉你那是个谎言 如果你觉得你的小组 你的教会 你的职场就是这样子 那我要告诉你那是个谎言 因为上帝应许我们的是丰盛 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 Amen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上帝的声音 而不是充满世界的声音 让火在我们当中烧着 那些细菌病毒 都要被火烧掉 当我们的身体是保持温度的时候 癌细胞不能够生存 当不冷不热的食物摆在那边的时候 会有细菌滋生 如果我们看到在我们周围当中 有些事情腐败了 不要去抱怨 就从我开始做起 求神的火烧倒我 若看到我们的周围 当我们的家庭 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或者是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些改变 让我们不要去抱怨政府 说你怎么做得不好 而是说我现在就开始治理好我的工作 我开始治理好我每天的家庭 我把那个优先持续再次对掉 好像周围的人看到说有神的同在 是有力量的 而我相信神要释放我们更多 每一个人进入到他的命定和呼召的里面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梦想 还没有实现 还有很多的梦想还没有被看见 还有很多的命定和呼召是我们没有去进入在当中的 但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可以了 每天平平顺顺的过去可以了 那我要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谎言 明明社会当中有这么多的需要 明明在教会当中有这么的需要 明明在我自己的家庭当中有这么多需要 但我看不见 可是上帝透过我们的嘴 撒旦透过我们的嘴一直去散步 或是去讲说你怎么做的不好 或是对我自己讲我怎么那么糟糕 那我们就中祭了 我们就中了撒旦的祭 但我知道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改变 可以让环境改变 就是进入在我们的祷告室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在祷告室里面 为着自己 为着神的家祷告 当以利亚把十二个石头 放在那个坛上 做成那个坛 就表明了一件事情 没有一个主是要被落下来的 Amen 没有一个主没有一个支牌是要被落下来的 即便它看起来多么的软弱 但没有一个要被落下来的 我们都应当要放在那个坛上面 不单单是个人自己 而是我们全部都要在这个坛上 在那个地方 我相信神要有很多的智慧 还有火要烧着在神的百姓和儿女当中 教会就会有力量 去面对这社会 这世界的挑战 如果是那时候十二个门徒 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那个比例是何等的悬速 现在的教会 我们现在有成光教会的人数 跟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家庭比 绝对有可能 因为神是不改变的事吗 从过去 现在 直到永远 他都不改变的事吗 好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thinkers sindro